Hello 兄弟 兄弟 大家好 在過去的三天我們在看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的記載 一直在看約翰描述耶穌基督被釘身十字架的過程 今天我們看到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中段 這段說到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最後的部分 雖然這段經文我們非常熟悉 我們每年在受苦止的期間 我們透過不同的福音書 都會再次聽到關於這個過程 但今天早上我想再次邀請你留意多一次 我們細心去聽這段經文 再次去看這段經文 今天我們看的經文出自在約翰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八到三十節 我會用新漢語譯本去讀出來 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節 他那裡這樣寫 他說這時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完成了 為要讓經上的話成就 就說我喝了 那裡放了一個罐子 盛滿了醋 他們拿了一塊炸滿醋的海綿 綁在牛室草上 送到他嘴邊 耶穌盛了那醋 說成了 就垂下頭把靈魂交出來 其實這個大齋期已經來到第四十七日 明天就是受苦節 受苦節是幫助信徒 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的日子 其實很多時候 作為基督徒 我們已經忘記了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作成的有多大 當我們信律著一段時間 當我們不斷回去教會 有查經 有聽過不同的信息 關於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 慢慢我們會將這句話 耶穌為我釘十架 這句句子 我們已經好像集以為常 慢慢會變成一句 我們會經常說 是後面說的話 或是經常聽到的說話 而其實我們已經忽略了這句說話 其實每一個字裡面 都帶了一個很重的含意 所以今天我也想用這個時間 和大家再次分享 耶穌為我釘十架 這句子裡面 每一個字裡面的重心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的話 我們說耶穌為我釘十字架的時候 耶穌是誰呢? 如果我們一直看福音書的記載 它說到耶穌是神的兒子 不僅如此 耶穌也是那個滿有能力 滿有權並各位的神 它可以把水變為酒 它可以叫到風和海平靜 它可以以五餅二餘去餵飽五千人 它也可以叫死人復活那個位 同樣聖經也說 耶穌是跟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有同樣的能力和同樣的慰格 甚至聖經不斷形容它 它是一個榮耀的上帝 但是這個榮耀的上帝 卻在十字架上面 為著我們去死 我們要記得在十字架的過程中 耶穌經歷著很多痛苦 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他身上帶著很多傷痕 當時他是赤身露體 而他有血有肉的被掛在十字架上面 被眾人一直用言語去凌辱 而當時耶穌更加在列日當空之下 他被曬著 被掛在十字架上面 大概有六個小時 而他每一下的呼吸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飽受著痛楚 都是經歷著痛苦 而他要受的這一切為著是甚麼呢 是為著承擔著你和我的罪 所以領先為我今天邀請你 去抽出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去到約翰福音第十九章 第十七節開始 慢慢的去讀 慢慢的去到留意整個過程發生了些甚麼事 你其實可以試幻想一下自己 就是其中一個 是當著是當時的一個人文 你看著一些一幕一幕發生的事情 你心裡有些甚麼的感受呢 你又看得到些甚麼呢 你猜自己聽得到些甚麼呢 我請邀請你把自己代入這個境界 讓我們透過這個方法 再次去反思究竟 耶穌為我釘十架 這七個字其實代表著甚麼 而其實今天在影片的下面 我亦都將了三個詩歌 跟大家去分享 你一直看經文的時候 或者看完經文的時候 你可以去播出這些詩歌 再次去留意這個歌詞 形容的是 耶穌為我們釘十架 那種作成的工作 那種愛 是有多深厚的 所以邀請你用這個方法 去預備好自己的心 迎接明天來的受苦節 願神祝福大家 亦都願大家在這個經歷當中 再次去遇見基督